肩頸酸痛卡卡不對勁 走進理髮廳美容院 洗頭間按摩很舒服 但這樣躺著洗頭 肩頸幾乎快成90度 小心腦缺血 發生美容院症候群 會刺激這個頸動脈痘 讓這個頸動脈反射型 讓這個血管擴張 或是心跳變慢 這時候人就會有血壓 突然下降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頸部的地方 又可能會造成心跳變慢 跟血壓下降 甚至造成休克 理髮廳洗頭方式 一般都是呈現躺後癢的姿勢 洗頭時間太長 過度後癢就會導致頸椎位移 下方頸動脈塞住 出現噁心想吐 冒冷汗 肢體無力和噁名 代表美容院症候群找上門 不只理髮廳可能發生 一般按摩院手法力道太大 也會出現鬧缺血的狀況 那如果你真是肩頸酸痛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稍微清按摩 在有後面有肌肉 頸部的肌肉的地方是OK的 但是不要過度的用力 或是往前做按摩的動作 其實這樣都是很不好的 真的想舒緩肩頸 可以選擇熱膚 或是輕輕擺頭伸展 避免對肩頸過度失力 才不會舒緩不成反傷身 八大新聞 陳欣許謙 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之前就是有膽固醇跟血壓比較高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有可能是血管會退化 氣溫坐降身體就開始不舒服 黃先生都會定期回門診追蹤 天氣變化 我自己也很怕 我剛剛也跟柯醫師講了 這個天氣一變 他真的是會變得比較敏感 比較有點不舒服 醫師說 這是頸部動脈血管硬化 抽菸 膽固醇膏 還有高血壓 都是致病因素 長期下來 頸部內膜慢慢增厚 會影響血流的供應 甚至提升腦中風的風險 如果頸部的血流 慢慢的因為內膜狹窄 而沒有辦法供應到腦部的時候 那就要很小心 這個就有可能造成血流 灌流不足 那進一步就有可能會造成中風 腦中風在國人十大死因中 排名第四 好發的季節是春夏交接 或秋冬交接之際 因為溫度的奏降或奏身 導致血管擴張或不正常收縮 尤其現代人飲食不忌口 高油 高鹹 高糖分食物越吃越多 提高慢性病發生率 第一個就是要健康的飲食 那健康的飲食包含就是說 油脂類的我們盡量要少 然後呢要多纖維 再來的話呢規律的運動對血管的健康都是很有幫助的 遠離腦中風規律運動控制血壓血糖很重要 醫師也建議適當補充水分 血液才不會變粘稠形成血栓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詳細的電腦端層檢查 了解體內血管的病變情形 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驚傳腦中風昏迷病程又快又急 專家提醒夏季天氣炎熱 清血管高危險族群要特別留意 解釋血液粘稠風險就會增加 一般腦中風分成兩種類型 缺血型就是血管堵塞 四分之三的患者都是屬於這一種類 要把握黃金三小時用血栓溶解剂治療 另一種出血型比較嚴重 搶救時間越快越好 必須開爐進行手術 而先行徵兆用黃金口訣來判定 微笑看看是否對稱 舉手有沒有力氣 講話能不能清楚 有一個異常就要盡快就醫 除了吸血管慢性病 生活習慣也要注意 像是久坐 少喝水 長期熬夜也會造成年輕型中風 養成健康助息 定期涼血壓 才能避免腦中風照上門 八大新聞和平 李松元采訪報導 電腦前面一座就是一整天 不但缺乏運動量 喝水量也遠遠沒有到達健康標準 長期缺水的生活型態 引發青壯年族群的心血管問題 看看國內中風患者 竟然每五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年齡不到45歲 年輕型的高血壓中風 成為潛在殺手 很多病人呢 都是50歲以下 從來沒用過健保卡 從來不知道 高血壓還會引起腦出血的 這種病人非常危險 舊連醫師也無奈搖頭表示 近年來悶診病患的年齡確實有下降 分析2019年因為中風過世的患者 1.2萬人當中45歲以下的比例 佔了超過一成 創下12年新高 中風年輕化的原因 大多和生活作息有關 除了少喝水 長熬夜之外 還有因為年輕忽略對血壓控制 中風死亡率呢 大部分是來自初血性的中風 他的死亡率高 初血性的中風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呢 最重要因素是血壓的防控 所以我們對於血壓的控制 對於這個高血壓的病人的預防 一定要再次強調 強調千萬不要因為年輕就放任不健康的生活作息 每天喝水2000cc 養成量血壓的好習慣 因為中風不再是高齡專利 巴拉新聞和評議李松元 裁縫報導 找來各種生活化的場景 題材 拍攝情境片 提醒民眾注意腦中風 特別是在秋冬交替 溫差開始增加的時間點 只要瞬間的溫度變化超過2度 竟然就有風險 室內室外溫差如果差不多10度以上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心血管 有三高的病人等等那些 中風的耗發或者心肌症的比率 其實相對來說 這比一般人高非常非常多的 特別點出今時不同往日 年輕人更要注意 青壯族群通常不知道有沒有 罹患心血管慢性病 造成國內45歲以下年輕型中風 佔了總病患的10% 10年之內多出兩倍 出血性中風比例更是老年人的兩倍 醫師提醒萬一覺得有中風症狀 把握黃金8小時 趕快到急診報道 微笑舉手說你好 三個裡面其中一個 你沒辦法做得到的話 有可能就是發生中風 中風的時候要記得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的T 就是你要記得發生的時間 是多久之前發生的 希望可以儘快在黃金治療期之內 送到可以施打血栓溶解藥物的醫院 想要預防年輕型中風 除了留意溫差 更重要的是要養成 測量血壓血脂的習慣 超出標準值就要儘早控制 畢竟預防適於治療 過好血管健康 自然遠離中風 八大新聞和平李宗媛 采訪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 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